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是同年同月生 尽管后来何炯和汪涵在湖南卫视的地位不相上下 但两人的起点却是天差地别 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的何炯可谓是天之骄子 一直成绩优异的他 在1992年被直接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后留校任教 1995年3月何炯与刘纯燕搭档主持央视的大风车中的聪明乌栏目 凭借大母哥的形象成功进入了主持圈 1998年3月 快乐大本营中的主持人离职导致团队开天窗 何炯被拉来紧急救场 谁承想 这场阴差阳错的T班 何炯居然在快乐大本营一坐就坐了20年 反观汪涵 幼时体弱多病 他曾因为看了电影《少林寺》而认为点学可以治好自己的病 谁知道出手过重 差点把自己送走 不得不休学治病 1998年 当时湖南卫视正在筹备一档名为真情对对碰的情感类综艺节目 但男主持的位置一直悬而未决 女主持人 球小向节目组推荐了巨物汪涵 正是这次的推荐让汪涵从幕后正式走向了台前 直到2005年 汪涵抓住了超级女生在湖南卫视上经播出的这个机会 成为了总决赛四大主持人之一 凭借优秀的控场能力 机智幽默的风格和随机应变的临场发挥 汪涵顺利拿下了次年超女总决赛的主持棒 2008年 随着天天向上的航空出世 汪涵和何炯之间不相伯仲的对垒局面也越发明显 绝带双胶和杠把子一哥之争 甚嚣尘上 随着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的影响力和收视率直线上升 何炯和汪涵之间的一哥之争也是甚嚣尘上 一个是快乐家族当之无愧的绝对C位 润物无声而又面面俱到 一个是支持渊博把控气氛和节奏的高手 何炯和汪涵并列成为了湖南卫视男主持中的双王牌 也逐渐成为了湖南卫视各大晚会重点节目主持位的双保险 在第十届精英节颁奖晚会上 何炯 汪涵 撒贝宁 华少组成了主持天团 更是被观众封为内娱综艺久持的F4 时至今日也难再现这个组合阵容了 论级和汪二人的业务能力 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旧场是必须要提及的高光时刻 第三季我是歌手总决赛直播中 孙楠的突然退赛之举让所有人都触手不及 面对突发情况 汪涵并未打断对方 而是快速思考如何救场 而何炯在2000年的歌手舞台上的嘴瓢救场 与当年发生在汪涵的身上的异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人分别占据周五周六环金档的田田向上和快乐大本营 业务能力不相上下 主持风格各有千秋 当时谈起内地综艺圈中谁是最好的娱乐主持人 大部分人脑海里蹦出来的就是他们两人 长江以南 何炯汪涵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伴随着节目之间呈现出来的若隐若现的竞争关系 种种因素之下 有关何炯和汪涵到底谁是湖南卫视一哥的讨论 也越演越烈 当何炯做客天天向上时 汪涵还曾表示过何炯是一哥 而我是大哥的答案 颓势显现快本落幕终成二人之争的分水岭 向往的生活中有一期节目 黄磊问何炯你会不会有哪天不录快乐大本营了 当时何炯毫不犹豫的说 我不可能不录除非这个节目不录了 谁曾想这话一语成奸 直到你好星期六正式开播 大家终于意识到了快乐大本营真的结束了 许多人在美怀这档老牌综艺的时候也在唏嘘快本的结束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 甚至没有一场体面的告别 也没有一次正经的官宣轰轰烈烈的来 悲戏黯然的退 实际上快本的消亡并非无迹可寻 而这苗头正是在内部发生的 从2019年开始一向被称为是娱乐圈老好人的何炯 似乎遭遇水逆 之前被炮吃空想之后爆出粉丝送礼事件 更是引来了官媒下场批评 而后父亲程老赖被强行执行 名声一次次的受到影响 这些都成了压垮何炯和腐朽快本的稻草 如果说这些新闻只是一些皮外伤 那么快本的停泊才伤何炯真正伤筋动骨的根源 快本消失何炯翻车 自然每件事看起来都不足以崩盘 却都在慢慢动摇他在娱乐圈的根基 快到知天命之年的何炯这几年并不消停 而老伙计汪涵的近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从2008年开破至今 天天向上陪伴了大家十余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 田田兄弟的成员也不断的发生改变 汪涵 欧帝 前锋 田园 浩二 小五 于浩铭 高天鹤 大张伟 王一博 人来人往 兜兜转转 田田向上一茬 接着一茬的调整了许多的主持人 相比于快乐家族的稳定输出 田田兄弟自始至终都是有些命运多舛的意思 欧帝退出 田园前锋 丑闻缠身 小五 浩二 难回节目 曾经嘻嘻嚷嚷的主持团队 现在仍是老大哥 王涵成场 随着大张伟和王一博的加入 兼顾了笑点和流量 田田向上终于稳定了下来 可几番折腾下来 节目可看性和收视率早已是今时不同往日 节目热度也是节节败退 或许本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田田向上也迎来了改版 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没有主持人证的人员 一律不得从事主持工作 大张伟和王一博也不得不以好好学习团的嘉宾身份出现 进行现场互动 没有了天天兄弟的鹏眼 窦眼汪涵也显得有些无力 节目的娱乐性趣味性和互动性都大打折扣 何炅输了吗 王涵赢了吗 随着快本的最终落幕 也让大家意识到了 围绕在何炅和王涵之间 延续了20年的一阁之争 似乎也终于见了分校 尽管何炅仍驻守原地 接手了新综艺 你好星期六 可节目首播后的成绩不尽人意 我要评价两极分化 新的主持团队更是被指带不动 殊不知如今仍然把持者天天向上 看上去稳超胜确已经赢定了的王涵 日子过得也并不轻松 较之带着新节目从头再来的何炅 改版之后的天天向上更让人操心 虽然改版后的首期节目一度收拾回暖 但新一期的节目已经丢掉了周末赐黄金档 收拾冠军的宝座 新人寂寂一堂节目操点满满 网友形容汪涵直接放弃救场 如今他们都面临着各自的危机 希望这两位舞台上的王者 能够收拾好残局 焕发出新的能量与生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